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想大家都关心这个案子 不只是一般老百姓 其实我相信很多司法人员也很关心 会改变整个司法的面貌 开始在士林嘉义两个地方 我们目前规划是这样子 将来三年以后会做一个整体的决定 是不是全面投入 那实际上依照我们现在的事情条例 也不排除在这三年里头 因为他并没有讲写在法条 就是拿两个法院 而是由司法院指定 所以如果觉得第一年效果相当不错 那或者有一些什么因素考量 我们觉得可以再试一个法院 也不排除 所以现在是有弹性的 是但是初步规划是士林 士林跟嘉义 因为考虑到一个是台北都会型的 他的案件性质 一般的观念不一样 那嘉义是比较是相准性的 那做一个对比 所以在试行上 他可能效果可以比较清楚 是 因为一直我们在谈试行 所以有些人说 希望美国是的陪审 那现在是说 我们先用官审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再改变呢 当然有 试了一个阶段以后 试行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常常讲 人权是不能试的 所以整个制度规划里头 我们最基本的政装程序保护 大概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那所谓要试的就是说 它的效果 如我们讲的 人民的法律感情 要能够进入司法 第二个 通过这个参与 人民更能够了解 认同这个司法 这个效果发挥了多少 这个是我们必须去评估的 因为这个投入成本 这个改变成本是蛮大的 所以这些是我们试行的 那这个试行不能无限期的 我们预计了三年 所以三年到了以后 我们评估一路修正 一路最后采行的效果 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决定 那个决定包括了 就是将来我们是 我相信这个参与 大概不太会回头 民众大概也不会接受这样 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也是民众担心的说 让一天法律没学过人参与 他们会不会太感情用事了 会不会被人家威胁利诱了 如果做了三年 普遍地看这问题不存在 参与的人都说没这回事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那我们就可以再考虑 那是不是就直接就参与决定 那即使人比职业法官还多 没有关系 我们台湾民众很理性就可以做了 这些条件都可以慢慢再来设计 所以事行 我们赖院长常常讲 它是让我们这个制度可以往前走 终于在二十几年之后往前跨出去 可是它是起点 它不是终点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我们开始 大概开那个路上很多期许 你就慢慢开 你走到了高速路 一切都平坦 就往前冲 这个制度早晚 我们希望人民参与审判 在台湾 在这个华人社会 我们真的建立一个很稳健的一个基础 这个司法真正深根 变成我们人民的司法 大概这个路是一定要走的 只是快安慢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 当然有人可能求好心气 他觉得说完全按照美国那样 对 但是听来这个苏菲人让解释 就是说官审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已经很大 已经很大突破了 那我们看那个考试院官院长 是是是 百分之三 这例子非常好 百分之三的公务员 不是平等百分之三 是 我说百分之三十都不为过 三都推动不了 对 都这么多的阻力 是 所以其实这个官审 这不是非常大的一步 我是觉得这步能够跨出去 然后再看实施的结果怎么样 再来修正 我觉得也是比较稳健 也是比较复合台湾民情的做法 是 所以我觉得这点 其实从我的角度 我们是鼓励而肯定的 是 谢谢你 你刚才说一步登天 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司法 差不多我们评估结果 如果那样做 就是说的很痛快 可是大概就到这为止 就回复我们那样 最后谈谈大家算了 因为不改也没损失 就回到那个 我们希望这次真的 賴院长也一直讲 我们下定决心就是要跨出去 是 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很多老百姓也关心 他如果被抽到了 他一定要来吗 他能不能抽 像美国很多朋友 抽到陪审 他们就找各种理由 对 这个问题的家庭 他不想去这样 对 这实际运作可能会有一些弹性 法条是解 这基本上是 等于法律创世的义务 但是他设了很多的条款 让他可以有理由不来 那甚至他毫无理由的不来 实际运作 你可以想象 你找一个人不甘心不甘情不愿 坐在那里观神 对这个案子 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是写在那里 但是我们希望正常来讲 作证也是个义务 我相信有兴趣还是很多人 大部分 大部分 好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苏副院长 到我们现场来 祝福你们制度能够成功 谢谢 总是一大步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您